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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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擁抱大香港主義 香港地 香港人做主持 大香港早晨 早晨 早晨 回到第三節的大香港早晨 我們今節就講一些 可能跟大家很像新的關係 我們講DSE 大家雖然知道 現在是進入放暑假的季節 是不是 因為疫情嚴重 所以現在其實 都差不多開始放暑假了 我不知道會不會有些學校提早 但是基本上 知道消息就是 7號開始就會放暑假 根本是7號開始 就放到過聖誕節 這樣 復活節啊聖誕節 復活節復活節 復活節 復活節和聖誕節 7月至8月本身有沒有什麼假期的 是不是沒有什麼假期的 本來是暑假嘛 即是對上班的那些人來說 他有沒有 他有沒有 那也是 上班的會關心的 上班會關心的 上班就忘記了暑假了 對嘛 然後是上班的旺季 對 是的 是 是 是 暑假 暑假 除了有小朋友的家庭之外 那些暑假都不關你的事了 哈哈哈哈 還有正常如果不是有小朋友的家庭 也都不會選擇 7、8月的時候放假去旅行 跟別人爭鬥貴嗎 哈哈 所以現在 是的 現在最慘的是 沒有了暑假的一個上班的旺季 即是沒有工開 很擔心的 唉 不知道會怎樣 這樣大家就 是的 暑假都是 暑假都是買賣樂器的旺季 那我希望 我希望也有這個旺季 這樣 哈哈哈哈 我們現在就說一下這個 DSE 先 現在DSE 之前一直都不知道什麼時候考 現在出來的消息就是 暫定4月22日開考 即是原本的那個時間 是的 希望是的 都不想考生 好像又經常延遲 可能會很辛苦 現在暫定4月開考 這樣 這樣就因為 亦都是 就是 我想相信都是 因為我們那些 那些封禁措施 暫定就去到4月20日為止 這樣 那4月22日開考 這樣都是很合理的 那我們有預期就是 可能你4月20日之前 那個 感染人數就回落了 這樣 那他就 考試的風險就降低一點 就是那個確診的風險就降低一點 這樣 這樣 希望他就可以4月22日的預期開考 這樣 這樣 現在呢 只是需要有 多了一些要求 這樣 那他就說 那 不時呢 暫定4月22日開考 那最遲呢 就4月頭就會確認了 這樣 那大家都還可以留意多一個月 這樣 那看看往後那個一個月 就怕確診人數高不高 這樣 這樣 那我相信就會是這樣 那如果你說確診人數下跌 那你做了幾次全民檢測 然後那個確診數字 就是堅持跌的話 那你跟著就安全了 那就可以考試了 那他就說 今年考試就會新增這個防疫規定 那大家留意一下 那考生就會有這個 防疫規定 嗯 什麼防疫規定 是啊 他就說考生就會有一個 快速抗原測試包 這樣 那應該就跟全民強檢的那些測試包 就應該是一樣的了 這樣 因為都是政府給你的嘛 那你呢 他就說 每天去考試之前呢 就需要做一個快速測試 那呢 就要有陰性先的 那怎樣陰性呢 就是你填表就寫回 你那個快速測試的結果是不是陰性 這樣 那如果你是陰性 那你就可以考 那如果你是陽性的 那你就去隔離 這樣就有這兩個狀況發生的 這樣 就是他不會檢測你那個快速包 就是下一條線 一條線 大家自律這樣就看到一條線 那根據你的常識就填上去 是啊 因為大家是應該誠實的嘛 那還有你病了的話 那你做考試呢 是不是呢 那你因為 你病了就不可以考試 就不會去考試的關係 那你本身你病 你就一定會請病假的嘛 是不是 那所以沒有病的人 那就是陰性 那你陰性 那你填上陰性 那你就可以去考試 是不是呢 那這個就相當之合理了 就是好像 上當年沙士的時候 我們都是這樣的嘛 沙士的時候呢 我那時候是每天早上學的時候 都要填你的體溫 如果你高於37.3度 那你就不准上學了 那你就要去看醫生了 這樣 因為擔心你沙士 擔心你發燒 那時候我每天早上都跑步 體溫都不升 然後結果我最後一次病假都射不到 很生氣 那跟著現在呢 那你們就相反反過來 那你就要填上 你如果你是 那你快了 那你快了 如果你是發高燒 或者你發現是陽性的話 那就不可以去考試的 那當然啦 如果你發高燒本身你都考不到試 你難道燒到39度這樣就去考試 躺著都射到你都想不到東西 是啊 然後頭這樣摔著進去 嘩 先生剃了很多東西 你根本不會哭到 那師看都看不到題目 是的 那跟著呢 現在那個狀況就是說 暫定4月22日開考 7月20日放榜 那因為行政的原因 那你放榜沒得太遲 是不是 是的 那如果你太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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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太遲 那你太遲 那你如果遲些放榜 那你真的打國際線 你可能要退一個學期 去澳洲那裡升學 那要 那跟著就說 考評局呢 就會將考期縮短 去到三個禮拜 嘩 三個禮拜考那麼多課 那才舉行四個核心科目的考試 少了一個禮拜的 是的 是的 那跟著就考選修科 這樣 這樣縮短了三個禮拜 縮短了三個禮拜 縮短到三個禮拜 這樣 那考生人數呢 達到八千人的選修科 就會優先考 這樣呢 盡量文科和理科交替地考 即是讓大家都可以 即是卡拉卡拉隔著 不用連續兩日考 這樣 嗯 那他就說呢 修訂了時間表之後呢 只有十幾名的考生 要一天考兩科 What the fuck 一天考兩科 一科是否考幾個小時 正常都兩三個小時 嘩 那豈不是很辛苦 是的 隨便考考試都兩小時 或者可能到半小時 那套會爆炸 要是連續考 上當年考會考也是三個小時 上午新虛考完之後就在門碼頭考 都不是說不辛苦 中間有兩個小時習慣坐車 哦 還要去別的地方 是啊 可能會的 希望不會這樣 也是會這樣發生的 是啊 即是我們考公開考試的時候 即會考我沒有考過AFO 會考的時候你是同一科有兩份卷 一份MC一份是寫字的 那你MC一個多小時 寫字一個多小時 那就加上三個小時 那現在DSE 我不知道他們怎樣考 但是我想 DSE應該會難過會考 沒有理由短了時間 這樣 所以就會 如果你一天考兩科 那十幾個考生就非常之辛苦 希望你們 保重 這樣 那他就說 考試當日呢 你就要符合防疫的規定 這樣 那你去這個考場之前呢 要自行一個快速測試 還有一個書面的申報 是不是已經獲得 即日快速測試陰性的結果 這樣 那他就說 如果你 因為是自己 自己誠實地填的這樣 那他就說 如果你虛報的話 就會有嚴重的懲罰 例如就取消你資格的 這樣 甚至乎 你違反防疫規定 就會有法律的後果這樣 這樣 那跟著他就說 也是有這個考評局公開考試總監呢 叫麥敬生就說呢 就說 研究著怎樣等考生的紀錄 檢測結果 並且等當局有需要的時候翻查 這樣 那他就說 做完之後 拍張相片留的紀錄 他就說 覺得這個也是一個可能性 這樣 所以大家做完 獲得了你的陰性檢測 記得拍下這張相片 這樣 還有要如實地填補 這樣 如果不如實 就會被捕 但考評局秘書長魏向東 就說 就說 相信考生不會講大話 那我都相信他的相信 那所以 那所以就 剛才那個考評局的方案 都是構思中 就是未必真的落成 但是考生都注意 沒錯 就是這樣 那跟著他就說 那現在的狀況就是 如果你當日 快速測試是陽性 體溫去到38度 出現吸收氣速等病徵 或者正在接受強制檢疫或者隔離 或者等候強制結果 強檢結果的考生 就不應該前往考場 這樣 那他就說 我都出不了來了 是啊 我想很少有人體溫38度 都還能爬到他的考試 你如果是快速測試陽性 然後體溫去到38度 跟著還要吸收氣速 那個不是隔不隔離的問題 那個是你考不到試的問題 那個是真的考不到試 所以大家都應該做過誠實的孩子 如果你出現這個狀況 應該是不可以去考試的 那他就說 如果不考試 是否會肥老呢 就不是的 他就說 因為上述原因缺席的考試者 就可以向當局申請科目的評審成績 那麼最高就可以拿到第五級 這樣 那麼現在最高分是五星星 第二是五星 第三就是五 這樣 如果你去不到的話 最高可以去到第三級 那麼多 是啊 就是你去不到考試的話 你最高就可以拿到第三的高的level 就是這個第五級了 如果我是一個超級高財生的 那我就好虧了 那你生病嘛 沒辦法的 所以都沒辦法的 對呀 所以我相信是對於成績 學校平和會好一點點 就希望是好一點 是啊 我相信對於成績不好的同學 譬如對於我來講就沒什麼分別 對於我來講很有分別 是啊 是啊 哈哈哈哈 這樣 對呀 有人說去年有個去到才知道發燒 不准進入真是慘 好慘 所以就 在家裡探定熱先 安全一點 會不會是可能真的趕著出去 現在緊張 然後熱的發燒 是啊 所以最好不要出現這樣的趕著的狀況 最好就早點去 又或者 是啊 我記得去年也有看過 就是校生專門rum做很多出門 所以 免費師 趕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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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到 提 Wool Gob Gob 就是給時間 自己 苦留不要人 哈哈 是啊 我們稍後也可以講講 這個考生 準備需要之 雖然我們連連都說 不過不緊要我們連連都有新的考生 這樣 這樣子 然後就說 如果考不到了的話 現在就有3個後備方案 這樣 包括5月中同6月頭 有兩個後備考試 如果5月中疫情仍然嚴峻的話 考試可能取消 不過應該不會 5月中應該更加安全一點 是的 然後後備考期 是說22日考不到全香港的學生 如果4月22日開始不到 就會退後去到5月中 一定可以開到 再不可以就退後去到6月頭 再不可以的話 那就用學校呈交學生校內成績 學校往年公開試表現等 去評估考生DSE的分數 糟了 這麼不公平 如果你不是讀名校 但是你成績好就糟糕了 這麼不公平 如果你是一個Banfield學校成績好的學生 那就徹底了 是啊 他就說現在當局 就會跟這個考評局的專家 商討改善評估成績的方案 這樣 不過由於自修生沒有學校成績 當局沒有辦法為他們評估成績 自修生就不知道怎麼辦 這樣 那我自己 就是觸碰 我覺得4月22日可以 因為林鄭是很有決心 希望4月22日可以預期DSE 那林鄭所說要做到的 那當然一定會做到的 我不可以質疑她 是嗎 是啊 我也可以這樣跟大家說 大家不用這麼害怕 如果要考DSE的朋友的話 4月22日可以開考 我覺得機會率很高 機會率很高 因為7月的時候 習主席就會下來了 已經是說了 7月的時候 疫情一定會平復了 是的 因為習主席要下來了 所以無論如何 疫情也是會平復的 那你如果要令到疫情 回復到一個 習主席能夠下來了 去到訪港的地步的話 那你早3個月平復 然後把所有的限制慢慢解除 解除3個月左右 那你去到7月的時候 才可以完全沒事的 所以我覺得 去到4月的時候放寬 是相當之合理的 所以我覺得4月呢 有得考的機會率是很高的 所以這麼多的考生 就不需要太擔心 到底會不會 4月都沒得考的 這樣的狀況 那我覺得 合理來說 4月是應該有得考的 除非你說出現了一些 很奇特的狀況 譬如你說全民檢測 有700萬人陽性 那當然我覺得這個 可能性比較低 如果不是 你正常來說 可能有400萬人陽性 400萬人陽性 那你之後 就可以有一個很大的回落 所以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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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到時候 看看那個狀況 真的 就是 如果 你就算多嚴重 400萬人陽性 那第二次 第二次 是200萬人陽性 那你就少了一半 對不對 那你就大幅下降 對不對 對 到時候分陽間和陰間 哈哈 是啊 還有大家 我們只要中了的話 我們可以引用歐美的標準 中了的人 三個月裡面是不會中的 或者半年不會中的 對不對 中了的人又會有 是啊 又會有很多抗體 這樣 所以 那個疫苗是說 如果你拿著那個 中了的 中了之後 14天 開始 到六個月 還是九個月 是可以當 你有抗體 當你打了針 這樣 是啊 就是譬如 在歐洲之前 去丹麥的時候 都有看到 如果你中了 半年裡面 都當你打了針 這樣 正 不過香港不算 可能說不定 遲些 香港也引入了這個計算的方法 這樣 還有你中了 那你六個月裡面 都有抗體的 那你之後那幾個月 不需要再檢測 哦 那香港是 香港是 如果中了之後 九十天內 不可以打復別塔 一百八十天內 不可以打火星 就是如果你中了之後 要隔半年 才可以打火星 或者隔三個月之後 才可以打復別塔 是啊 是啊 那就是說 如果 那接下來 譬如有多些 新的措施 或者有些新的標準 就是你打了針之後 某段時間 不用檢測 或者你中過之後 某段時間 不用檢測 那你跟著 那你便會 就是 那你便可以 有很多人都不用檢測 那你便成功清零 是不是 是啊 那這樣便安全 那習主席便可以下來香港 那香港便高武升平 那還有 你去到這樣的狀況之下 那跟著 還有四月又會派這一個 一個 一萬元 就是好像分兩次派 派五千元 好像是 那四月又會派錢 那四月會派錢來到港 那大家又花錢 那跟著然後 那四月開始洗那裏有五千元 四五六月 那洗 那洗到七月的時候 哇 香港經濟就 哇 飆到高到發癲 那樣 那這樣的情況之下 哇 香港一片江武的升情 那接著然後 習主席下來試冊 就是過來藍巡一下 哇 接著然後降到 哇 真是 江南的風景真優美 那這樣 那接著就見到 哇 香港江武升平 經濟又穩步上揚 看到這個第三季的預期 可能升到25%那樣 那這樣 那怎麼辦 那香港的經濟又非常之理想 然後然後十一月的時候 陳曉波已經說了就是說 就會 談了一些外國的一些 那些大財團啊 那些又會來香港開會啊 成這樣 那然後香港 第三第四季那個經濟又會 再升得厲害些 說不定有200%增長 那這樣 那你說 那香港那個 經濟增長不就很理想 今天很美好 對不對 那所以我覺得呢 一切呢 都是由四月開始 所以四月呢 這個是吉兆來的 那所以我覺得四月 能夠成功開考的機會 就很高 那所以呢 也都是四月呢 就有很多 就是 我相信有很多 派堂的措施都會出來 那這樣 那所以往往來到說呢 我覺得 就是 今個月呢 都可能要有傳聞檢測啊 那些事情 那時候呢 都可能會淡靜一點 那但是我覺得呢 去到四月呢 一切都棄飛 然後那些同學又可以考DSE 那這樣 那也都可能呢 這一屆的DSE的成績呢 就會更加理想 那這樣 因為都跟著那個市 是不是呢 那個市上升 那可能那些小朋友的成績 又會高了 因為大家都知道 因為大家都知道 DSE的成績呢 就不是以前我們說的拉曲 不是拉曲線而已 而是 就是根據它實際那個分數 來去評級的嘛 那而實際那個分數呢 它就會每一年 根據它那個捲的 深淺程度啊等等 它會討論那個分數的嘛 那所以每一年呢 拿到好成績的人呢 還有拿到不好成績的人呢 就不是說按個百分比的 就是你可能今年 大家成績特別好 很多人拿高分 都有這樣的可能性 那所以我就覺得呢 今年呢 就 甚至乎呢 可能你DSE那個 拿到高成績的人更加多 那我也希望這個狀況發生 反正現在大學這麼多學畫 是不是呢 那些人都讀大學 沒有所謂 那都好啊 是不是呢 你想想如果7月 習主席落到來 哇 DSE的校生全部成績很好 人人讀大學 然後每個大學生 然後經濟又起飛 哇 最近了三個月 就是最近那一季了 這樣 哇 經濟上升了25個百分比 然後接下來 哇 接下來的預期還會更加高 然後 哇 那你香港一片歌舞聲平 是不是呢 還有在中央的協助之下 哇 香港呢 轉瞬之間兩個月 就處理了這個疫情的問題 哇 那你說 哇 真是開心到見眼 見眼見眼 是不是呢 所以我就覺得 就是接下來那個狀況 是預期就向好的 這樣 那也是希望 相當之理想 那所以就 就是考DSE的朋友 不用怕 各行各業的朋友 都可以加油 那接下來呢 相信是會理想的 這樣 這樣的狀況 那我們今節呢 就去到這裡 休息一會兒 下一節回來繼續 看完節目記得like comment 和share我們的channel 收睇最強頻道 訂閱熱血時報